未來我會做一個系列的影片 提到關於技巧方面的問題 因為其實最近有很多人都問我關於技巧的東西 其實彈彈怎麼可以彈好一點 有時我們彈到某一個程度 我們會覺得為什麼練習都練不到 很多時候第一件事一定是我們的技巧有問題 例如如何去看音色 這跟技巧沒有關係 這就是跟你的錄影的問題 技巧的東西 尤其是去到高級的程度 即是去到文憑的考試 就會覺得力有不低 為什麼我練習都能彈到 好像很卡住 彈也是這樣 沒有進步 我練了很多 放了很多時間 為什麼我都不可以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技巧是錯的 我練了一些東西 令我們做不到 做了很多東西 其實是無益之餘 還阻礙我們彈得更順 所以接下來我會做一個課程 我希望幫到大家可以 如何去留意自己的問題 然後如何去改進它 其實技巧如何去改進呢 有三個部分 第一是認識你的問題 你有沒有留意到自己的問題 什麼問題 第二呢 就是 Find a solution 究竟如何去彈到那件事 什麼技巧才能做到這件事 第三就是 Drill the solution 你不停地練 你找到一個正確的方法 狂練那個動作 直到它sink in 直到它變成autopilot 即你一 你不用想 是一個reflex 你一彈你就做到那件事 你不用想 怎樣做 有三個部分 其實第一個部分 當你找到自己的問題的時候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step 因為平時我們彈得多 練一下練一下 其實去到那個關係 你已經不知道自己是有問題 你只知道 你覺得是彈到 但是你不覺得自己 我用了太多力 或者我沒有放 或者我站的問題 或者我只用手指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要了解自己有什麼問題 你會找到自己的問題 是一個很大的step 第二就是 找一個方法去練 當然最容易的 就是有老師 去告訴你 其實這個反而 不是那麼難的 如果你沒有老師 去告訴你 怎樣去做 那這個就可能 會有一點點困難 我希望 我在這裡的information 或者遲些 未來再給多些 再 specific一點的exercise 就是第三 如何教你 exactly 怎樣去做 事情的時候 希望可以幫到你 在這方面 好了 一和二 都做到 其實就是很容易 第三件事 就是drill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時候 我教一些人 就是 他找到一個問題 他找到那個方法 去解決它 但是第三件事 他drill得不夠 他有練 但是練到這麼長 開始懷疑 可以嗎 練多少時間才行 為什麼練到 好像都 又可以又不可以 究竟是不是這樣的 可以懷疑這件事 其實一定要 真的練到很多次 你要適合那個動作 你適合那個動作 你適合那個動作 要練到它 你不用想才行 因為你想想 你彈的歌 有那麼多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哪有那麼多時間去 還要想到 左手 轉到這邊 然後轉到這邊 然後那個力是怎樣 你是沒有那麼多時間 當然 你一直練 去將它 sync in 去drill那個動作的時候 你會有少許 adjustment 可能 其實不用那麼多力 或者那個angle 不用轉那麼多 這個是細微的adjustment 但是真的要把那件事練很多很多次 譬如你去落鍵 你落鍵 多少力 我要叫速度 我經常跟學生說 你彈下去 其實大小聲 如何控制 是速度多於力 速度落鍵快 速度上鍵 即是放力快 即是放力快 對嗎 放 不可以 譬如你是有放的 你是落了去快 但停了在這裡 你記得嗎 instead of 一放上來 或者很久才上來 這個是要慢慢去shape 有時老師就算看到 告訴你這個問題 你自己也要練的 你要感覺 力要放多少 我不可以跟你說 你放三個ounce 我感覺不到 放我的磅 這樣放下去 這些就要自己adjust 練琴 不是把同一個方法 不停地練 首先 你在找到你那個 對的方法 將它drill的時候 你要不停地試 即是 我怎知道那個波多大聲 我怎知道 我怎知道那個badance 是哪個音多 哪個音少 哪個音少 哪個音快一點 哪個音慢一點 我怎知道 它要oclechando多少 我那個phrase 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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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音重 哪個音輕一點 不是 你不停地彈彈彈彈 希望 這個就是 絕對沒有這個 你一定要去trial and error 究竟哪個聲音是對的 我要試一下 這個好像OK 但好像太大聲 我試一下小聲 這些好像太矇 這個 怎樣去cretendo 這個力加圖 我可以用多些手指去練 就不用太多pedal 要是下降 要是上 這些是練回來的 練它怎樣去做 你練到很多不同的表達方法 可以這樣彈 可以這樣彈 然後你在這堆東西裡面 選一個 你選這個 你選這個 好了,我沒有練 但可能練一個 好像這個聲音 我可以選另一個 你有Joyce的 不是在狂練 練一個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你就會覺得好像很迷失 另外一件事 就是練琴 是有個plan 有個schedule 除了你說每天要練一個小時 我是7點到8點彈的 這個時間是重要的 另外一件事是你練些什麼 你每個星期每個月 有一個標準 有一個focus 有一個focus 練一些什麼 我要練好我的樂鍵 要快的 比如技術 有一個技術 我想這段 我的execution不好 不依然我這節奏 我去練好這件事 一定會有一些checklist 我經常跟學生說 你要有一個plan 我會叫你寫下 這一板你要練什麼 哪個bar 練什麼手問題 或者是聲音問題 技術問題 或者phrasing問題 不過表達得不好 然後你寫好這些東西 然後你有沒有練到 你剪掉它 或者剪刀 我練到一半 但是練不到 我回去上課的時候 我在中間練不到 問老師我經怎麼練 有什麼問題 你一個星期下來 你會知道自己練到什麼 一個月練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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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到什麼 彈琴是不可以 很容易 對 一個musician 我會覺得我們怎麼練 我會講合行的感覺 對 音樂是有感覺 musicality 但是 你一定有個plan 才會練到一些東西 他要Rational 練琴 練琴不是亂練 你練到可以說 我怎樣彈都可以 那就恭喜你了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